重感辨識 Hello 我是Semi姐姐 我是Jason教練 那我們來到西環 西環 堅利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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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利炸街公園 這個位置近期很囂張 很多朋友介紹過 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可以踏一下東西 鬧一下 玩一下 是 這裡的位置就是 在堅尼地城遊泳池對面 即是這裡 我們先轉轉 這裡的位置就是在對面 是 除了玩這個公園之外 Jason教練這裏有很多咖啡店可以觀察 就是後面這個位置 很多咖啡店喝東西吃東西 一條街也有三、四間 對了 過了對面馬路就非常之近了 譬如一家大小來 玩完這個公園也可以去對面吃東西看看東西 我覺得最棒的是海景 因為再厚一點就是中山公園那邊 其實那邊也可以滾一下 一直拉下去 海皮這個位置是很舒服的 其實Jason教練 現在是否過不了那邊住呢 對面那邊就要繞出去外面 走一點走路再進去 其實很近而已 基本上就黏住 好 那就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帶大家繞個圈 先繞個圈 Let's go 整個牆這裏的直路我想都有成 差不多2、8、5米左右 應該就大個標準的滾軸溜冰場的牆道 好 看看右邊這個 這個就是水間植物的一個室內的地方 剛才有一個貼文出來 你可以在那裏買一些沙律菜的 可以在那裏預訂種植的 可以租一個位置 對面這個就是一個寵物公園 還有最特色就是它有這些卡板 讓你玩層層蝶 可以組裝東西 玩一下東西 好像組裝 Lego 有些東西可以玩 我剛才最喜歡的就是這一塊 還有一些有套的卡板 大塊這個扮成滑板 對 所以我想到這個位置 是歡迎你們玩滑樓的運動 因為它有滑板給你玩 還有這些陀螺 是不是叫陀螺 是呀 坐在那裏可以玩 轉過那些陀螺椅 是 OK 其實這些確就是給那些 藍色的 有 working 的卡板 讓人們堆一下砌砌,是不是這樣呢? 對,砌砌一下,還有可以讓你在這裡 就是有很多有滑的卡板 讓小朋友喜歡坐在那裡衝上衝落的感覺 不需要做一個垂滑梯 其實香港的垂滑梯很矮,沒什麼好處 坐在那裡的卡板,貼著地面 你推它們很快,其實那個感覺會更加刺激到小朋友 你先試一下,你先試一次 你是否會推我? 對,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1,2,3 花式轉起來都可以 還不錯 它這個位置其實不是標準的溜冰場 其實溜冰場的地下坪都可以,都可以叫它溜冰場 但是這裡有些小磚 這些磚是畫的 是 不過都是跟溜冰場有些,它有些膠邊位置 讓地下裂 所以要提防那些位置 就算摩那場也會有些邊位 是,即是這些大小磚 對 其實你看著小朋友,我覺得沒問題 我覺得是,它沒有一定說 這個位置一定說,讓你玩 其實我覺得你看到一塊板在 基本上就是,我覺得肯定是OK 可以讓你這樣玩 是的 其實這個地方是比香港任何一個 所謂最大的溜冰場 是 其實這裡是海濱長浪 它一路一填直線 是 但是最麻煩的就是中間那邊閘了一陣 是嗎 就是,接著你要出行路 再繞回去另外一邊的海濱長浪 是的 最遠就是黃色那個 那些大那些船 那些,是不是 那些 那些等船那些位置 是的 那你要出去走路 如果你要走去中山公園那邊 還有,你這些木板地這些 就不太適合 那你在石屎路這裏踩 其實就OK 是的 是的 我們繼續繞過去 其實那邊是有一個 滾軸溜冰場仔給你的 那個好像不是滾軸溜冰場仔 我們都以為是 是的 我們過去看看 好 這個位置,其實這個不是溜冰場 那它就 應該是用來種東西的 那它就說了 滾軸裝置的東西 最好不要進去 OK 那就是在外面是可以玩的 即是裡面就不想來 入面 是的 或者有其他用途 是的 就不要誤會 我都以為它是這個位置給你錄 但其實它應該是種東西 所以它就不建議你進去裡面 那旁邊有個公廁 那這裡 如果燃不熱的話 這個位置可以讓你坐 那就 這裡出回去 直接是巴士站 這個公園沒有那麼多圍欄 這裡正常是公園範圍離開了 剛剛 那香港的公園 就一定有個圍欄圍住 這個就是公園範圍 但其實我覺得是 很多餘 因為那個圍欄 一來那個圍欄其實很貴 二來其實是沒有需要 要每次圍到 那麼死的公園 那你參考一下外國 那些公園 其實它不會有什麼圍欄 除了海邊的位置 要有圍欄之外 好 踩一個圈 沒有什麼人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位置 直路也挺長的 那個灣呢 都夠轉的 絕對夠位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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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寵物公園